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迈入 倡导环保为核心理念 抗击非人类颠覆为影片内核的国产科幻影片 故事发生在3019年 人类在人造人和变异人的打压下 展开一场营救全人类的行动 谢久儿在代号反抗 忠实反抗军的一员 谈到自己饰演的齐心 谢久儿说 齐心这个人物非常符合我的个性 他常常都是扎着马尾鞭 大大咧咧充满孩子气 还特别喜欢吐槽别人 经常和身边的人斗嘴 他是大家的开心骨 谢久儿还透露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人物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这个人物经常担负 卧底任务 还精通一种数 这就赋予这个角色 很多的表演可能性 十分断裂演技 谢久儿来自军人家庭 爷爷是泰国将军谢震华 家人支持他勇敢追 我成为一名演员 父母都很支持 他们也一直给我鼓励 做一名出色的演员 一直是我的梦想 所以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对我来说 不仅可以磨练我的演技 还可以让大家 认识一个多面的谢久儿 丹皓反抗是谢久儿 今年拍摄的第二部电影 之前她在反哄大片 胡宗谍影 中饰演解救人质的 女特景成年 在过往的作品中 谢久儿积累了 不少动作戏的经验 所以此次出演 代号反抗 已经完全不惧大戏 领贤主演 代号反抗的黄胜仪 对谢久儿的评价很高